哈囉,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改那個三顆電票的電費 全期帳單已經來了 什麼叫全期帳單就是 一期用滿兩個月 不知道到底是誰 因為上次只有一期半而已 來,我們來開獎吧,開心!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期的帳單 11-110年7月 然後這個是一樓 二樓 三樓 來,我們一的明細 分享的同學 然後一樓的話他的電費 是1413 他的用電度是689 他得出來 1413元,他就是這裡 他有兩個公式 可能是那個什麼 閃閃到白天的比重 平均起來兩個我把它加總 就是這個價錢 然後那個 這個超表日期 收費期間就是這樣 對七月禮盒到九月禮盒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太錢了 沒有啦,不好意思,是這裡 7月份到9月份 這是後一樓的 二樓的 二樓的 也是一樣 六七 六五七 還再來 它的用電度是341 然後它的得出來公式 是這樣子 也是二樓 那什麼,夜晚白天平均起來 超表日 在這裡 就是剛才足足大概兩個月了 這是裝完三顆電錶 完全都是 沒有偷空減掉的 它沒有那個 沒有重疊一顆的 三樓的部分 就是也是一樣 三樓是695 然後用電度377 得出來的公式是這樣子 然後也是一樣 超表日期在這邊 同學好奇的時候 誒 老公學 你們家到底是怎樣的 這麼多了點 你知道嗎 我們有得出這個公司 打一張 打夠久了 然後上一期在計算的時候 有計算錯誤 請多包含 我們來看一下明細 來 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 這樣看了一下 我們來看一個特寫 這個 一樓 它就是用 用條 那就是什麼 1413塊 二樓的電池是657 三樓是這樣 然後它的用電度是689 然後689是怎麼來的 一樓有裝這些東西 常用電器 電腦直接開12小時 然後廚房直播 冷氣才有開 差不多4小時 養魚場也都有6個漁缸 但是大概有10顆馬達在動 客廳12顆LED 那是省電那種的 然後 然後 吊燈一個 廚房吊燈6顆 國際排便秤的 冰箱 新的 然後廁所 那個 基本用電 然後進攻排的 飲水機一級的 一級省電的一台 然後 微波爐少用一台 然後 車庫T8 這也不常常開 60吋的電池 這鍋都沒開 然後 689度 它那個什麼 它換算起來是1413塊 單顆 它就是拆開之後 然後 它的區間是1.63 它的240度 調去391 再來 2.38 420 999 3.52 再來 乘以29度 所以加起來是這樣 然後加起來這樣 1492 你會覺得機器怎麼這麼不一樣 它這就是 2的那種用電區間 它加起來平均 除以二之後 就可以找這個 然後 那個什麼 二樓的部分 6、5、7元 一共用掉 3、4、1度 常用的家電 它這就是 一樓變平 分離式能氣之間 防禦期間都在家裡 幾乎開20分鐘 那一間浴室 然後 國際排便秤 洗衣機全新 然後 6顆LED 晚上再開7分鐘 平均5點開到英雄12點 7分鐘 然後 3、4、1度 怎麼來的 就是6、57塊 然後1.63 乘以240 一階 391 然後2.38 乘以101 一階 240 一共是6、6、3、1 然後6、3、1 跟這個是不是有差距 它就是這個所在 Q 加起來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個區間 因為那個省 它這個公式 它黑白條 你知道嗎 它這個部分 有時候 計價亂跳 沒有什麼東西 就大概抓一個區間 然後 三樓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 用掉了 377度 6、95 常用的是什麼 電光牌 4K瓦的器材 哇 電熱水器 定時器完全關掉了 那個時候 裝的時候不到一個月 現在是全開兩個月 然後 家用客廳 吊扇 吊扇 吊扇是一隻 沒有 它這是 三樓 我們在那裡批扇 有兩台 家用電風扇在那邊吹 吹整天 就在那裡 然後它的用電度是這樣 377度 等於6、95元 然後1.63 240 391元 2.38 137 326元 大概是717 717之後 然後 餐廳另外 一種新電的 那個什麼 它省電區間 機架不一樣 那兩個站 大概就是跑出這個 架位 然後 這個 1 1樓 689 2樓 341 3樓 377 全部用電度是 1407度 然後 143 657 695 這就是它的電費 它全部卡起來 三顆電廟加起來 這一期的電費是 2765 然後 一百 一千 四百零七度 把它換算 算算成單顆電表計算的話 用之前的公式 1.63 240度 然後 391 2.38 它可以 跑到420度 這就等於 那個什麼 九百九 但它又蓋在這個 3.525 這蓋到底可以跑幾度 我不知道 3.525 它才是 1400度 1408 還要齊的4.6 344度 1300 1582 一轉波 單顆電錶 把它 濃縮用起來 1407度 用單顆電錶 它換算成 那些什麼 那些台幣就是4380 電子 所以 同樣是1407度的用電度 拆成三顆電表 它的價錢就是2765 單顆就是4380 在這裡 三顆電表 然後單顆就是4380 然後一共呢 省了多少錢 4380減掉2765 改成三顆電表 兩個月一共省下了1615元 平均一個月省下800 然後改裝三顆電表 我以前花了33000 還掛裡面破電腦 除以800每個月 等於它要41個月才會回本 等於3.4年 3.4年才能回本 所以因為一支電錢是兩個月 我們一期電費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抓省800元 我說這個省起來CP值 你要說高也不說高 價也不說價格 因為夏季的電費會比較高 如果換冬季來說就換熱水器 因為夏季就是冷氣 它比較全開 但是我發現 人家在說 變平式冷氣 分離式 但是你如果用熱水器 用熱水器 全開 我二樓幾乎是全開 電池也差不多二樓的部分 2個月650元 但是中間還有休息 如果說完全沒休息 大不了讓你兩個月一千 所以目前家裡來講 最耗電的部分 可以跟你講 那個變平式 被變平式冷氣好像不是阻磨 然後這個我們來看舊的公式 因為它這個 單張的計價很奇怪 它就是說 為什麼2.89後來就挑 3.94 4.6 你知道嗎 因為它這個 這個每一個每一個在調 它這個公司不知道是分 夏季的 我不知道 我就是取 這個 取這個的那個 平均值下去 跑的 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我就是抓這樣 所以總結啦 我們家就是平均 一期電費就是大概 四千五左右 之前要有 一期大概快要六千 但是改這樣之後 就大概壓在三千以內 一期是大概平均省了一千六 上一期的話 就是只有一個半月 然後現在是全期兩個月 講真的 一個半月跟兩個月不會差很多 重點 就是在那個三樓的熱水器 那種電光牌 有給它贊助4K 因為我原來一家可能是老化 它有蒸定食器 三萬不太好 然後你在洗澡的時候 一下子有熱水 一下子沒有熱水 定食器會亂跳 後來我就是故意把它 定食器關掉 讓它全開 那個 那個 烈水路的財物 電光牌 那財物是跟它說 你如果電熱水器 會很耗電 就是裡面 有可能那個加熱管 它有卡那種水袋 你知道嗎 那個可能要清 它變成它加溫起來的時候 溫度再加會比較久 它 瞬間比較沒辦法加多 然後它就是 耗電量時間會比較長 因為4K 在跑不是開玩笑 短期間 跑來水熟 還有那個 瓶子重點就是 瓶子保溫的部分 你加了 尤其冬季黏的散熱散熱 它一直開一直開 熱水路一直開 電就一直燒掉了 然後後來 站住那個電光牌之後 目前來講 它的省電的感覺 我覺得是滿意 大概就是 簡易的 分享這個 每期電費給同學 這一期比較特別就是說 裝滿三個電錶 剛好滿一個月了 一共一個月省下了八百元 花了三萬三 省下每個月八百 不曉得是對或錯 然後下一期我們就真的要來 分享說 吃電怪獸 我真的有抓到 柯林來塞明仔打 我會拍得很詳細 分享的同學 大家可以先猜一下 我先跟你講 簡單說 冷氣 我目前來看 好像不是阻磨 但是我們可以 把它列入那個 挑戰賽 分享的同學 謝謝大家